捋拍调色技巧 照片打开进片子 我们直接在调整涂层这里面 添加一个黑白 把黑白的涂层活动模式 可以改成正片叠底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 降低这些颜色的明度 来控制我们想要的效果 如果我们想让肤色黑一点 那你就直接的降红色和黄色 如果你想让画面里的青色绿色 就对车的颜色变得更深一点 直接这样青色或者是绿色即可 降完之后我们可以调整 它的涂层的不特别度 现在整个画面里面就黑了一些 调整之前调整之后 接下来我们直接添加曲线 把曲线偏高光的地方往上调 把整体往上提 让整个画面显得更加的硬朗 接下来我们可以快速选取高光 Ctrl-out加2 快速选取高光 添加曲线 找到我们的红色曲线 偏向的往下调 高光往上 绿色也是这样做 OK 调完之后就一种金属的光泽了 然后找到蓝色 蓝色阴影往上调一点 让阴影偏冷一点点就好 那点往下调 接下来我们添加一个可点颜色 找到黑 黑色里面直接剪青 剪阳红 找到我们的中性色 中性色里面加黄 减轻 突出肤色 最后直接Ctrl-Shift的奥德加1盖印 滤镜 杂色 添加一个杂色 好了 这样一个捋拍的质感就出来了 跳到之前 跳到之后 如果喜欢我的课程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看我主页 加我微信 领取这张练习素材 又是 长唯一 再拍 发 扮演 转装 启 把 转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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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 转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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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装